大家好,我是中国新闻社记者董泽宇 在过几个小时,我国将用长征7号瑶寺运载火箭发射天舟3号后运飞船 这次天舟3号后运飞船装载了近6吨的补给物资 为后续神舟13号飞行任务做好保障准备 接下来就同我一起前往中国文昌航天发射场去看看吧 大家好,我们现在已经来到了中国文昌航天发射场 我们现在所在的位置是距离发射塔架三四公里的拍摄区域处 现在是下午时间的两点左右 再过一个小时左右,天舟3号就将会发射 下面有请我的同事马莎莎为我们来介绍一下 这次天舟3号后运飞船都会装载哪些物资 天舟3号后运飞船将执行中国空间站关键技术验证 及建造阶段的第五次飞行任务 按照任务规划,天舟3号后运飞船装载了 航天员生活物资,舱外航天服及出舱消耗品 空间站平台物资,部分载荷和推进剂等 据了解,天舟3号后运飞船装载制的补给物资 比天舟2号增加约40% 考虑到航天员载载时间越来越长,并将横跨元旦春节等几日 物资准备中会有相关考虑 我们这次保证它载载6个月,随着3人6个月的时间 所以说物资会更加充沛 另外,除了食品以外,像饮用水,都是按照6个月去配置的 6点5个小时后,将会与天舟2号合一舱组合体见面 届时,大家会看到天舟3号,天舟2号,合一舱形成一字形组合体 1,3,3,2,1,4 就在刚刚天舟3号成功地发射了 我们感受到了火箭发射时,令人震撼的轰鸣声 以及人群爆发出的巨大的欢呼的声音 此时此刻感觉心情非常的兴奋 是的,就是17号,神舟12号载人飞船已经成功返回 但今天天舟3号过运飞船又在此升空 再过不久,神舟13号载人飞船也将前往太空 此时此刻感受到中国航天强大的力量,感觉非常的自豪 也希望我们的中国航天越走越远 中国航天,加油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